大家好,我是Data 很久沒跟大家介紹過酒店 如果有看這個頻道的朋友應該知道為什麼 今集會介紹一間酒店位於向西村地站 非常之近地站 基本上由地站一出來就看到 就是來卡帕美酒店 向西村站D一出口出 我們向前走 前面已經看到了 來卡帕美酒店在2013年落成 2017年又再裝修過 整座大廈都是來卡酒店 在保安上就會做得更好 要拍卡才可以按升降機 在外面看就不細 但在離島就不會那麼細 我們進入酒店房 先走一個圈 這個房間很細 四四方方式式正正 現在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會比較狹窄 洗手盆在這裡 房間就一眼看完 但它的佈置是OK的 一進入門口我感覺都不錯 因為它這個空位是幾足夠的 而且它有一張我是很喜歡的沙發 我整間房間最喜歡的就是這張沙發 這張沙發可以放雙腳上去 坐得很舒服 當我坐在這張沙發上去 我看到的景觀就是這樣 是看著窗的 所以景觀來說 就拿盡了房間的闊度 算是有空間感的 我實在真的很喜歡這張沙發 我覺得坐上去真的很放鬆 在這裡看書也可以 然後喝咖啡也可以 或者是攤在這裡 玩手機也可以 真的很過癮 連腳也很舒服 這間房間是296元 就是20平方米 其實酒店有25平方米和30平方米 就是貴一點 大約是300多元 不會貴很多 但因為我不想住這麼大間房間 我想住一間小房間 感覺上比較有安全感 這間酒店有一件事 我感覺到不滿地 它需要付200元押金 可能因為2017年它收拾過 所以部分的設施比較新穎 款式比較新 如果喜歡有窗的話 這個房間是不錯的 因為窗窗夠大 有很多光線可以試入房間 景觀是因為對面有座大廈 遮蓋了部分景觀 雖然我們在13樓 但依然聽到這個車聲 如果車窗就會比較吵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剛才出來的地站 向西村地站D1出口 在窗口旁邊有一個冷氣機 這個冷氣機也挺新的 而且出風出得很快 所以一會兒就涼了房間 雖然房間只有200呎 但那張床是2米大床 挺闊落的 這張床的結白程度是挺好的 做得挺好的 但這張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比較高一點 這張床比較會軟一點 睡覺的時候感覺上好像凹凹了 要看大家慣不慣 我就差一點 我覺得再硬一點會好些 右邊的床頭櫃 就放了一個耀空架 有一個冷氣的耀空 還有一個電視的耀空 旁邊有一個紙巾盒 現在看到的插頭沒有香港插座 不要緊 因為另一邊有 下面是一個床頭櫃 左邊床頭櫃就更重要 很多重要的東西都在這邊 在左邊的床頭櫃 我們看到一排的控制 panel 版面 包括燈的開關 還有一個插鬚 這個房間最好有兩個USB位的插座 還有一個香港插座 所以對香港人來說非常方便 這個高智能電話 看樣子就好像很厲害 其實什麼都沒有反應 例如服務指南 酒店是沒有的 訊息是沒有的 開回連接 失敗 退房就不禁止 客戶服務是沒有的 服務電話也是沒有的 什麼是有呢 是沒有東西是有的 麻煩 左邊床頭櫃下面有兩對紙拖鞋 還有那些是抹鞋的布 還有一個蚊機 兩對拖鞋不同顏色 但質地很軟 穿起來都不會很舒服 接著我們看看這張是工作桌 但其實它並不是一張工作桌 桌上放了飲品 包括兩支水 因為我很頸殼的關係 這瓶水就喝了三分一 旁邊有一個熱水煲 熱水煲旁邊有兩個水杯 茶包有四包 兩個綠茶、兩個紅茶 整張桌子最特別是 它有一個小型的自動販賣機 賣機成人用品 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即是數碼 給錢就可以買到 我這個就不示範給大家看 為何我說這張書桌 不是一張很正宗的書桌 因為它沒有書桌的椅子 所以這張桌子 可以讓大家放行李 或者放食物 或者用來沖茶 不是一張很正宗可以用來做事的書桌 其實電視機略為小一點 不過幸好跟床很接近 這個距離電視機不算很大 情況下都可以 但這部電視機就沒有電影看 只有電視台底 電視台就是傳統的折金位置 光素位置這些 不過它有中央五台可以看球 其實這間房子沒有設計 基本上真的沒有設計 但它的色調令人蠻舒服的 一進門口有個圓關位 圓關位旁邊有個衣櫃 衣櫃就相當大 但衣架只有4個 而這個衣櫃本身的設計上 是差了一點點東西 就是差了一塊鏡 我們看到門口旁邊都是沒有鏡 因為這間房子的面積不大 所以洗手間的面積都蠻小的 現在我們看到座廁和門 座廁要打側一點點去遷就門 否則開不了 這個浴室會比較小一點 即使它的長度是很短的 洗澡問題不大 是覺得比較逼潔一點 它的花灑是很普通的 沒有其他東西 只是一個這樣的花灑 它的水力都可以 熱水力都蠻快的 收入水和洗澡 現在是自家品牌 而且是Refill 感覺上不會是高級的東西 這個浴室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沒有滿 我洗澡之前就想找到座廁 我以為這裡是座廁 原來沒有的 只有一邊 它有這麼大條縫 開始的時候我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條縫 你洗澡的時候 水就滴出來 但是它就是用一種很奇怪的做法 它提供了一塊布 給你墊在浴室外面 洗澡之後 浴室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收出來的水 已經是這塊布吸收了 其他地方有少量水 但是不大問題 長身也不太多 竟然這樣做也可以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這塊布也不會太濕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這個設計是太顛覆了我的想法 這塊就是整個房位的鏡 都不太大 這個位置會有些迫劫 因為我們洗手的刷垃 在這裡位置左右都是牆 另外這個洗手盆是沒有地方放東西的 全部空間都用到盡 如果你想放些其他東西都不行 好像現在我想洗杯 因為我想沖茶喝 它都沒有地方放在上面 用品又是那幾尾 牙膏、牙刷、梳、肉帽 雖然它是一個小房 但它依然可以鎖住廁所門 私隱度會高一點 如果想去金剛華或國貿站 我們就先走出來 然後轉右手邊向前走 這裡走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十字路口位 去到十字路口位 我們就轉左手邊 準備過馬路 其實對面就是陽光酒店 然後我們一直向前走 就會見到金剛華廣場 金剛華廣場下面就是國貿地站 所以酒店的位置都幾方便 這間酒店的前台服務 態度是幾好、幾友善 令到我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去深圳住酒店 見到前台服務員的態度 譬如很晦氣、很不友善、很不理你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些是舊派的酒店 管理通常都不太好 譬如這間酒店 可能管理做得好 前台的要求是高的 那些工作人員的態度是很友善 通常這種酒店都是可以住的 總結一下這間酒店 地理位置是不錯的 設備都幾新的 但它的隔音差一點 價錢是中間不算特別便宜 不算特別貴的 我自己來說 我都可以一住 最後如果大家想知道 深圳吃喝玩樂的項目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